哪個島最熱 套中島 哈囉 我是小當家哥哥 歡迎來到童話套中島 一起從童話故事裡 發掘生活裡的各種小知識吧 我們都在套中島更新哦 大家好 各位島民們好 跟你們說 前幾天我看了福爾摩斯的電影 真的好好看哦 它有很好的觀察力 還有推理能力 最厲害的是它過目不忘 超級酷的 我也覺得它好酷哦 但是我在電視上 好像看到有好多個 不一樣的福爾摩斯耶 《復仇者聯盟》英文念作 The Avengers 裡面的奇異博士和鋼鐵人 演的福爾摩斯評價都很好哦 哦 原來是奇異博士和鋼鐵人啊 難怪覺得好面熟哦 我覺得推理和智取壞人的故事都好好看哦 嗯 對呀 既然大家愛聽 那我們今天也來說個 智取壞人的故事吧 很久很久以前 在某一個地方 有一個年輕的國王 名叫蘇和 他是一個勤政愛民的好國王 蘇和國王 想要更加深入了解他的大臣 所以他決定要在皇宮裡的花園 舉行官員家庭聚會 每位重要官員都要攜帶自己的家人 一起來參加 因為蘇和認為啊 要看一個人的為人 就要看他與家人之間的相處 以及培養出怎麼樣的下一代 這天首相帶著全家一起前來 他的大女兒拉齊雅 聰慧又靈動的雙眼 讓蘇和一看到他 就對他一見鍾情 第二天 國王特別召見了他的首相 首相 我就不拐彎抹角了 昨天我看到你的女兒拉齊雅 就認定她是我的皇后 我想向您提親 不知道您是否能夠答應 哎呀 臣蒙國王陛下厚愛 當然好啊 这是小女的福氣啊 哦 太好了 不过我很尊重 拉齊雅小姐的意願 所以还是请首相回去 问问她好吗 首相开心地回到家之后 女儿啊 拉齊雅 爸 爸你回来了 怎么了 怎么看起来那么开心啊 女儿 你知道国王今天跟我说什么吗 嗯 说什么 他说他第一眼看到你 就认定了你是他的皇后 今天他找我就是想要跟我提亲啊 什么 我根本不认识这个男人 我怎么可能嫁给他 哎呀 傻女儿 你在说什么 先不说我已经答应国王 我们怎么能拒绝国王的要求呢 那他是强迫我嫁给他咯 不是啊 虽然我已经答应他了 但是他要我回家征求你的同意 拉齐雅听到国王在父亲已经答应他的提亲之后 仍然要父亲回家征求他的同意 这让他感到国王似乎不是他原来想的那样 好吧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 你要我去跟国王陛下谈条件 不行吗 那我绝对不会嫁给他哦 好吧 女儿 你的条件是什么 国王必须去学习一项技能 意思是 如果今天他失去了王位 那一样技能能够支持他活下去 第二天 首相紧张地把女儿的条件告诉了国王 我接受 现在我更了解自己想娶的另一半了 原来他不止美丽 更是一位有智慧的人啊 国王召集了王国里各行各业最厉害的人 请他们展现技艺 最后他决定要学习编织技术 从那天起 苏和国王比平常的每个早晨都还早起床 一个人练习编织技巧 接着再处理国家大事 到了傍晚又回到他的织布机前继续练习 苏和 苏和惊讶地发现 对于编织 他不但很有兴趣 而且还很有天分呢 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决定织一条手帕给拉奇亚作为定情之物 也希望借此告诉他 自己已经学会了一项谋生技术 他先是用黑色的线编织了一块布料 接着又用各种不一样的红色 编织了一朵非常精致的玫瑰 绣在手帕的正中央 女儿 女儿啊 你看 这是国王陛下送给你的 哇 这条手帕好美哦 原来国王是真的在乎我 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爸爸 带我告诉国王 我们可以举行婚礼了 好好好 我这就去跟国王陛下说 在他们结婚之后 苏和发现拉奇亚的建议 既聪明又实用 所以呢 在国家大事上 也常常跟拉奇亚讨论 拉奇亚 我真的想知道人民心里面 真正的想法 真正的感觉是什么 虽然每天都有官员 会报告地方上的事情 但是我却觉得 他们大部分都是报喜不报忧 就算说了些什么 都是轻描淡写 或是隔靴搔痒 无法反映真正的名义 俗话说 要了解一个人 必须穿他的鞋 吃他的药 我想或许你应该走入民间探访 才比较容易了解 嗯 你这个主意好 我喜欢 我明天就去做 第二天 国王就带着他的大臣 和首席侍卫 为服私访 走入平民百姓的生活 苏和国王看到热闹的市场 和来来往往的车辆 感到非常新奇与惊讶 还觉得在买卖时 商人和客户的讨价还价 以及争执 是一件充满活力又有趣的事 但是啊 侍卫和大臣 却很不喜欢这一切 他们习惯到任何地方都要坐车 习惯一般百姓 看到他们都要让路 像普通人一样地走在路上 让他们感到全身都不对劲 陛下 吃午饭的时候到了 是啊 是啊 陛下 我们快回皇宫吧 什么 才刚出来就要回去 刚刚我在市场那边 听到一间餐厅的东西很好吃 我们就去那边吃午餐怎么样 既然国王都这么说了 大臣和侍卫就算再怎么不愿意 也得跟着一起去 他们走到那间餐厅的门口 正准备开门的时候 突然脚下一空 咻地一下 三个人掉进了一个深坑 发生什么事啊 怎么会这样啊 别急 先观察一下 这时一扇只能在外面打开的火板门 在他们的上方打开 一个人探镜头来 我来看看今天是谁掉进陷阱了 你们是不是听到我们安排在市场的人说 我们这间餐厅的东西很好吃才来的啊 哈哈哈哈 这招还真是管用啊 放了我们 你们知道我们是谁吗 就是啊 苏和国王马上用手捂住他们两个人的嘴 关你们是谁 都会被卖出去做奴隶 接着那个坏人就把门板给关上了 怎么会有这种事啊 陛下 我们该怎么办呢 苏和也很着急 但毕竟他是一国之主 所以他勉强自己冷静下来 没多久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苏和敲了敲那扇火板门 嗯 干嘛啊 我知道你想把我们当成奴隶卖掉 但是奴隶是卖不了多少钱的 我是一个很有名的织布师 我的作品非常受到皇后的喜爱 这样吧 以后我就在这里帮你织布 你可以拿到皇宫里卖 那不是比把我们三个卖掉 还赚得更多吗 嗯 你先做给我看 谁知道你是不是垂牛啊 那请你先给我一台织布机 和一些线 过没多久 那个坏人把一台织布机 和一些线交给国王 嗯 明天把布给我交出来啊 苏和国王马上开始织布 他整夜工作 到了第二天清晨 已经完成一条手帕 除了颜色以外 这条手帕就和他送给皇后 拉齐亚定情的那条一模一样 没多久 坏人来了 呃 怎么样 治好了没 好了 请看 当坏人看到手帕时 他真的吓了一大跳 因为他从来没看过这么美的手帕 他马上转头对他的同伴说 去皇宫 这时国王建议 哦 你可以说这条手帕 就是皇后殿下上次定制的 交给他 除了应有的货款 他一定还会赐给你丰厚的奖赏 听到皇家的奖赏 这个坏人马上拿着手帕进宫 当他到达皇宫时 正是大家乱成一团的时候 因为国王已经失踪了整整一天了 所有人都忙进忙出 在这个混乱中 坏人走向皇后拉齐亚 线上了这条手帕 呃 皇后殿下 这是您上次跟我们定制的手帕 拉齐亚立刻认出了 这是苏和的作品 他马上明白 眼前这个人 一定跟苏和的失踪有关 他不动声色地说 哇 这手帕真的是太美了 来人呢 赏给这位先生一袋黄金 呃 这真的比贩卖奴隶好赚多了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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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人兴奋地带着这袋黄金 赶回去告诉他的同伴 但是他没想到 拉齐亚马上命令一位士兵 偷偷地跟踪他 当这个坏人回到假餐厅时 士兵偷听到他跟苏和的对话 哎 没想到一条手帕 比你们三个值上好几倍的价钱啊 你给我每天多支几条手帕啊 一天一条 再多就不值钱了 士兵马上回去告诉皇后拉齐亚 国王在哪里 拉齐亚立刻带领着军队包围假餐厅 一举捕获了这个贪钱的坏人 和他的同伴 解救了苏和 当国王苏和看到拉齐亚 他心里的激动真是难以形容 他为他的获救开心 更为妻子的智慧 和与自己的默契而感动 而这个国家 因为有人词又有智慧的国王和皇后 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安定富足 结束 哇 这个国王真的是好国王耶 会治理国家还会织布 这让我想到斯巴斯帐耶 哦 那个是国强吧 谢国强 可以叫我斯巴斯叫吗 包抢 我喜欢这个皇后有自己的主见 她最后还自己带军队去包围外人 超酷的 很开心大家都喜欢哦 各位导民们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先到这里咯 虽然现在疫情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了 但是还是要继续维持防疫习惯 不然一不小心 病毒又会大举入侵哦 所以还是要继续戴口罩 勤洗手 一起go go go 别忘了我们是防疫小岛民 要保护自己 也要保护家人 也要分享和按五个星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掰掰